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面的热情的力量来改变了这场选举 来改写台湾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看看过去这一个礼拜 很多民众看到了蔡英文 真相想要见到她 真相希望把钱捐给她 这些钱对大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钱 但是希望借由自己 就算没有办法能够帮忙选举 就算只能够拉几票就拉几票 他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 为台湾的民主改变的力量 奉上他们所有的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过去一个礼拜的精彩画面 三只小猪旋风持续延烧 热情粉丝更当场线上大助攻铺满 将气氛炒到最高点 靠着这一股气势 民进党也希望明年交出漂亮成绩单 两万人涌入台东晚会 粉红色骑海飘扬 一双双拿着千元大钞的手 迫切迎向蔡英文 从蓝宇台东到花莲 小英旋风来了 台湾后山不再是绿营沙漠 热情支持者挺小英不论是地上红包 还是送上一袋袋零钱 把小猪铺满喂饱饱 这年头只要搭上小英名号 就会刮起一阵超级旋风 民进党进来推出小猪铺满 号召小额捐款 蔡英文讲台上就放了一个 说着说着台下突然一名民众 丢出一团东西 一度让维安人员紧张了一下 一看原来是民众当场捐出一千元 蔡英文无论走到哪 红包铺满跟着来 甚至连远在德国的小英后援会 也发起募集小猪铺满活动 走到哪都有人塞红包 蔡英文人到新美14一址车站广场前 还有富人大方送上 二十多年前儿子珍藏已久的存钱筒 还有支持者一堆红包 珠公看到蔡英文就往他手上塞 人人手上一张绿色G款收据 想一想募款人气抢成棍 不好意思啊 一点点小额 我的朋友也有偷我的 小意思啊 五千块而已啦 好 其实刚蔡英文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种想要参与的力量 我或许力量很微薄 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 但是我只要有这样一个付出的过程 感觉心里好像是很愉快 好 但是呢 这个小猪的力量是不是太大了 现在出现了打压的力量 怎么一回事 我们来简单看这两个标 这个民进党方面有人回应 三只小猪全台发烧 蓝营越打压 基层越封小猪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等一下细部我们再来谈 监察院又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国民党的反击怎么做呢 他们说民进党的炒作赢了 但是孩童的纯真输了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等一下要来进一步的讨论 但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在这样的一个 小猪旋风刮起之后 国民党也推出了他们的募款广告 好 这个国民党说 这个他们的国旗小包即将比 三只小猪还要抢手 我们来看这个广告 台湾这三年来的进步跟改变 你希望继续下去吗 台湾赞助并不只是捐款赞助 马英九 无敦义 而是赞助台湾美好的温暖价值 我想赞助国旗非常骄傲 让更多人能以国旗为荣 我想要赞助台湾多元族群的和谐 让更多人懂得彼此欣赏 我想赞助中华文化的传承 把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 大声散播出去 邀请你把你我喜欢的台湾 传送到全世界 赞助一个更美好的台湾 Action 现在就行动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国民党推出的小物款广告 不是说赞助马英九或者是乌敦义来的讲话 他们的讲话是说这赞助出来要赞助什么 要赞助的是国旗 让更多人以国旗为荣 要赞助的是台湾多元族群的和谐 要赞助的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两种不同的物款力量 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效应 来 徐中兄 你有观察 其实最近大家本来是两党轮流执政之后 对政治有点能感 可是从三猪小猪事件之后 我发现台湾好像大家都开始宵敬地 这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是好的 我怎么说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女儿 所以三猪小猪的故事对我来讲非常熟悉 什么时候国民党帮民进党创造了一个可以感动的元素 这个元素我觉得绝对不是民主进步党的选举策略中间的一个 跑出来就那个元素马上一对照 我觉得是有那个 刚好有那个背景去对照 国民党一年的理性就二十九个 所以变大野人 当然民进党的工作就怪兽 反正基本上就是大野人 大野人给我们一般民党感觉就是坏人 坏人 他有权有势 四分三国会五院在手上 没有做什么事 做了一些自己放炮的事 这样对照三猪小猪捐款 政治的人民的参与运动里面 我觉得形同感动的元素 我觉得这个风草可能要烧到最后了 不过还有七十天 我认为哪一边不犯错 哪一边不犯错 如果依这个角走下去 当然我觉得民主进步党是有利的 可是我要特别讲说 我看这 曾经我和蔡其昌同台的时候 他跟我说那个故事的时候 到今天我们看亚评 那时候的钱 民主进步党 吴念征导演说那句话 怎么会记得 台湾人不欠民进党 民进党也国附台湾人 刺激冲现在在竞争的时候 他说一个很坏贵的人 拆三千块给他 他说收这三千块比 收财团三万块更坏贵 你就知道他坏贵对不对 我书在开工我说 这三千块以前还有一个故事 客人家书记说话听 以前为了支持民主进步党 你那些薪水一天 驾回去骗人老婆说钱不高 人家书记说我靠岛怎么破 钱放在这里怎么没 他拿去拐到民主进步党 民主上做不好的白典 他怎么做到没力了 我觉得这来呼应吴念征 杜燕 我想他有感受才说一句话 他们这些文化的人在讲话 都有经过一定的沉淀 在那些过程里面 今天再看三桌小桌 我觉得或许 国民党的原来的资源 跟骄傲成为这次败选的重点 我觉得如果有败选 是一个很重要的导演点 更重要的是 他手上有这么多资源 过去说要谦卑 我看到今天为止 从来没有看到谦卑过 所以我现在很期待 台湾政党轮廷应该视为常态 让所有管理的人 不要调白 即使民主进步党 人们因为十年之后 你也不用调白 细当后就还有一次 民主的好处是这样而已 所以在这次过程里面 我觉得三桌小桌代表的是 一个对照 对照什么 今天国民党为什么 可能他也有做一些事情 可是为什么 给人民的观感那么差 相对剥夺感的关系 民主进步党这些三桌小桌 如果有成功 不是民主进步党 将会抵抗 将会拨这些 很像选举策略 不是 是因为大环境里面 有原素存在 刚才这个时候对照 国民党的无能 有这么大的权利 没有做什么事 四分之三的国会 什么政策的改革都没有做 相对民主进步党 在一个很没有资源的情况底下 跟一个现在这么庞大执政党 又有每年有29亿 利息股息收入的政党比 三支小桌的故事自然就出来了 我觉得故事并不是重点 是整个大环境 确实有那故事背后的那些元素存在 民主进步党 我觉得要珍惜这个气氛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我们在私底下 看这个影带的时候 小英主席好像越选越自在 越选越的脸色好像越好看 两厢对照马云九先生 越选越金丁 好像惊慌四臭 没有节奏感 我常常形容运动上 如果在抗争的时候 虽然对那种教育 你如果节奏感疗好 最后要赢的是你 因为你才跟跑马拉松一样 谁只要捣乱了你的节奏 你就输掉了 现在来看的话 小英主席 民主进步党的节奏 相对来讲 比国民党好太多了 可是我觉得 不要辜负台湾人民这样的热情 那些都一千块坏气 我们不是说很多人没头脑的吗 我们很多人贷款都没头脑的吗 你看一千块两千块 三十块十块这样坏气 民主进步党那十块 那一千块里面 背后代表台湾人民对民主进步党 公平正义的基台 不是意识形态的基台 这点可能民主进步党 我觉得要很深重思考 我如果赢就选举了 我真的现在在国王家的卫 要让台湾人民党相信我民主进步党 绝对让台湾人有尊严走出去 在这些生活 可以比联合时代更好 我民主进步党要有一些自己的 这样的反省能力 我觉得薛东中讲的是语重心长 但是确实我觉得民主党对于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要点滴在心头 现在确实很多小民在支持 这些小民现在期望很高 如果真的万一没有选上的话 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生活上 落差究竟会有多大 那我们先要来看看这个小猪的故事 现在是不是要开始猪羊变色了 为什么 我们刚刚不是给大家看一下吗 为什么国民党会说民进党的炒作赢了 但是孩童的纯真输了 还有为什么监察院要发出措辞强烈的新闻稿 要求民进党就国民党检举一事提出具体试证 强调不容外界不识指控 模糊真相 以为监察院的情欲 这些事情监察院如果没卡定位 林静选你当时会把三只小猪还给三胞胎吗 是 我蛮同意叙中兄刚才说的 那其实是一个社会不满那个情绪的引爆点 我来还原那个整个事情经过 监察院在10月18号打电话给民进党 告诉民进党小朋友圈不满是违法的 第二天又打一通 10月19号又打电话中又讲一次 然后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是国民党检举 所以已经有人检举了 所以18号19号连续两天打电话 那当时记得录音吗 那是什么录音 我们是没有录音的 以后我看这个都要说 但是我们的同仁听到这样子 当然立刻反应回报嘛 所以我听到是很生气啦 所以我20号我就立刻把那三个铺满 我就拿去还给那三个小朋友 还给那个阿公 我心里想法是说 那请社会来评评你 小朋友捐铺满 你连这样子就要来检举就要来追究 所以我就把它送回去给他 那是10月20号 然后20号21号媒体报导以后 到23号小英在板桥的总部成立 我这几天 所有的人都得我 或是卡丁的 我都说这些事情 大家都说我很生气 所以我感受到是人民有一些愤怒 然后也有很多人的建议 就给我一个灵感 所以24号呢 在民治党内部会议 我就提出来 我说 这个搞不好 我们来设计一个活动 我们就来送铺满 因为有很多大人说 小朋友不能捐我来捐 我们送那种小猪铺满给人家 我们就把他取名做三只小猪运动 刚刚有个童话故事 童话这个名字 那监察院现在为什么还要再发个新闻稿 他就是说 你们要措辞强硬的回去 所以这个事情经过很清楚 这就是国民党的检计再生 然后监察院配合在后 你看他效率多高 但是他们说监察院的轻鱼是不容忍的民进党不实指控 所以他这个状况令我们非常的不满 所以到25号一开始 我当时只做了三千只到五千只 我想我三五千只 大概就是一个活动了 想不到大概五天就五万了 八天一个礼拜就十万 十几万 所以我说 今天徐徐师有说一句 徐师说他要去澳洲嘛 澳洲他有代表好民进去澳洲 马上就有澳洲的台巧打电话给他收 你们自首带个一百只来 他兄弟是要去逛一百只来 不知道要去逛吹气小猪 有什么 所以我想这就是民众不万 刚刚就是一个人爆点 然后很多的选民都认为说 哪个小猪 原来参与总统大选 有这点干干直接的方式 任何微小的个人都有机会来参加 所以我想小猪的 小猪的这个运动能够成功 国民党一直搞不清楚状况 他还是不懂得检讨自己 有 国民党有分析 我们来看看国民党怎么分析 他说对于三只小猪未来对选情 可能的影响恩冲击 党政高层 这个没有句名 民进党内聚的造势是成功的 他说顶多对内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凝聚基本盘为主 这位肩负选举重责的高层认为 三只小猪运动还看不出有外散的效果 若说三只小猪的运动 能产生更大的选举动员能量 他是此保留的态度 国民党前天晚上发出了一个新闻稿 对三只小猪的运动提出批判 质疑利用小朋友代言募款 令人不耻 有违法之余 呼吁蔡英文阵营应该立即停止该活动 不要再拿纯真可爱的孩子们募款代言了 罗伟源 您也是这种想法吗 我觉得发这个新闻稿的这个人 真的很笨 其实我们知道说小猪铺满 说小猪的铺满要送给小英 这个是一种险棘 其中的一种故事的一个行销的手段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明华第75条写得很清楚 没有行为能力的人 他的意思表示是无效的 那大家其实在那个什么那个 民进党里面有很多律师 他们很清楚 一个三岁小孩子 他会把铺满 他会把一个 他比如说他那个一两年来 他的父母亲给他的钱 他存了以后 那会主动的说 拿去要送给候选人 那这个到底是 父母的意思呢 还是小孩的意思 三三岁而已 三岁这个小孩子的意思 他会小孩子会说我要送给他吗 不可能嘛 大家都知道这是父母亲的意思嘛 那今天最笨的就是我们监察院嘛 你今天就监察院 这个打电话的人 这个真的非常的愚笨 我们选举期间 很多东西都很敏感嘛 你不应该去摄入某一个候选人的一个 选举的那种造势的一种活动的一个现象嘛 或者你去提醒他 其实在法律上 其实这个小孩子的行为 其实在法律上已经无意义了嘛 那你监察院 监察院在干嘛 监察院他也不是那种选举的监理机关嘛 他根本你选举这种活动里面 到底他什么维法不维法 根本没问题嘛 他是讲他是作为事后的审查 你今天你监管里面 有什么不合法的 有什么不对的 那你是对于事后的一个监管的那个行为 你才去做处理而已嘛 就说这三个小孩子 啥很婴啊 怎么可以监管呢 他的监管是无效的 你是事后才去那个嘛 所以你说国民党监察那个人笨 所以我们要讲就是说 其实民进党很厉害 他们真的很成功 他们很会利用这样的一个议题 明知道嘛 小孩子 小孩子他怎么可能会监 他不能监嘛 那监察院就笨 其实这个也不是他的工作 其实这个应该是中协会的事情啊 你这样的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 那你监出来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造势 你说有个小孩子三个小孩子很可愛的 你觉得孩子的存在有没有输呢 拿三个小孩子去 国民党这次的声明会不会太夸张 那你 所以我刚刚讲了嘛 做这个声明的这个人更笨嘛 监察院已经很笨了 那你再做这个声明更笨 你简直就是给他们一个炒作的一个议题嘛 其实国民党现在应该专心说 把他的国旗小包弄起来 对 赶快设计个国旗小包的故事 这边怎么会来啊 其实真的讲解 其实你说这个行为其实在法律上 它没有什么意义的行为嘛 那你只是这样的行为 只是给民进党他们利用 这个三只小猪的故事 来操作这样的一个选举 而且一个行销的故事而已嘛 好我想请教各位委员 这个国民党高层是说 你们这个三只小猪 顶多具有内聚的效果 还看不出外散的力量 你的观察 他这有狗狗的 他尽量这样想嘛 我跟你说支持者 你也基本上如果热情出来了 他就会去隔壁拉票 有感染力出来了 本来是说他可能有三票 现在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就有十票 许位那一定都中间的嘛 本来没有意愿投票等等 怎么会没有作用 因为他选去选 到最后是在选一个小名嘛 后来那些中间选业 实际上是大西瓜 国民党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他的支持者没有热情嘛 你用过期啊 你去吹嘛 你让他吹吹看 因为你要知道呢 三只小猪的本意 就是小额募款运动 国民党 说得不败钱 现在在说三个小孩子 说你能利用 国民党后手用五个小孩呢 排同的纯真书了 因为完全搞错重点 重点在于小额募款 因为后手 排队来买小猪的都是大人耶 并不是说一定要小朋友 才可以买小猪耶 都是大人嘛 所以重点在于小额募款 事实上这个是 小英在新北市选举的时候 就试过了 用小额募款募了一亿四千万 他很坚持的 其实有人要募 整千万他把他募 那就是他这种坚持跟理念 让人家感动嘛 比如说你民党已经这么没钱了 你还不愿意跟财团勾结 不像国民党这样 你国民党你用三只小猪 看你募的起来吗 人家说一个募台募 大概就等于一千万只猪 你怎么去募嘛 你不能动容嘛 事实上就是因为小英 一路走来都是这样 而且有很多故事在外面 所以人家就觉得你这样坚持 那你未来要照顾弱势的 等等的社会福利政策 应该也是真的 所以人家才会帮你这样走 你今天看这个镇子 你感觉如何 我感觉非常恐怖 因为我高雄人 那个地方我过去看了 大概只有他的三分之二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场 很恐怖 所以我感觉整个热情已经爆开了 爆开了 我感觉高高频 再过一个礼拜来调 小英可能会赢15%以上 所以今天出来的这个民调 高高频只赢13.7% 因为那是10月3号做的 没啥 没啥点 人家马英九 白白就赢得赢得赢了 要赶快追上台南 台南下赢多少 英赢20% 20% 家庭你今天看这个造势场 你跟你原先预估的有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也是高雄人 他办的地方大概就在我家的附近 在过去一个区 看到这个场子真的 除了有警察 真的是一份感动在那里 就民进党从2000年开始 那时候选赢 2004年选赢 在高雄的确有办过这么大的场子 可是那个时候是 我们是整个办南部 可能七大县市 一起共同来做一个在高雄的集结 所以是高雄以外还有六个县市 什么屏东高雄县 高雄市 再加台南县市 甚至到嘉义 一起动员才有办法把那个地方挤爆 可是今天是高雄市的竞选总部成立 让我回想到四年前 其实谢长庭在高雄选举的时候 他选完 高雄曾经出现过布条 叫做无情的城市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老市长 后来选总统 其实是没有给予肯定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 包含刚刚新闻都在说 高雄应该是绿色的大本营 民进党在那边是赢的 不一定 高雄市基本上五五坡 其实高雄市不是 就是还没有改制之前的高雄市 曾经谢长庭在那边 曾经第一个民进党在那边选赢 他只不过赢了1000票左右 然后后来上一次 四年前的总统选举 他是输的 他当过县长 他当过高雄市的市长 但在那边是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高雄市 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大场面 而且单纯只有高雄县市 我觉得那个真的 就像刚刚小英说的 那个高雄人的骄傲都出来了 我觉得我要先 刚刚我们的郭委员有提到说 我要先说 不是用买的 小猪不是用买的 小猪我们现在用领的 你可以自由的认捐 不是说你要一支 我们有定价多少 你要来买 有些人甚至是 因为我现在的手机 已经变成是这个 小猪询问中心 小猪询问专线 每天早上八点多 他也接起来就是 家庭今天有小猪吗 因为我那边已经大缺货了 我们要跟那个 林俊仙发言人再拜托一下 再帮我们催一下 真的完全催货了 可是在这几天 我们从礼拜一进货到现在 我们开始在看说 来到我们台北市党部 是在中山区建国北路 来到我们中山区建国北路领的 有人甚至从内湖 转了这个公车 在坐捷运走路过来 有人从北头一路 问地址打电话 一直在联络说 你们到底要怎么走 这样一路问问问 问到就是把我们的地址 找到按了门铃上来 礼拜五要下班的时候 六点半 其实党部这边 我大概已经都出去跑行程了 我们看到还有一对夫妻 就手牵手这样子 一个比较年长的夫妻 中年还这样手牵手说 哇 因为一定要下班 下班完才能够过来 所以我觉得它已经不是 小额募款的运动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 现在让我们看到的 这个三只小座的运动是 我真的要说 因为我虽然自己在 民进党的干部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 民进党主导的一个议题 我看到的是 整个透过三只小座的运动 它是一个社会运动 而且它是把选举 不是由上而下 民进党总部制定了一个议题 设定了一个议题 我们要这样子打 而是整个是全民的一个运动 它是由下而上 参与式的一个 民主选举的一个运动 不是民进党厉害 当然我们要谢谢说 马英九先生 他的人格特质当中有一个 无感跟无能 而不是骂监察院 所以国民党先检举的 第二个我们要感谢国民党 但无能的国民党的政府 国民党去检举嘛 然后再加上 监察院跟国民党的检举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时空 感觉他的党场 对 为什么我认为 它是一个参与式的民主 民众自由公平 它不是小而捐扛而有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领一只小猪 然后乐捐个五块十块 这样子把猪领回去 从大老远的地方跑来 我们那边还有从桃园来的 因为桃园没有租 我觉得他是看到说 刚刚马英九他的党产 他曾经在当党主席的时候 他就宣誓党产要归零 跳票了不止一次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发布的是 去年光是鼓励 国民党的党产鼓励就29亿 我们更看到我们调出资料 四年前选举的时候 大概罗书雷立委没有拿到 但是只要是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四年前在选立委的时候 接收到国民党的党产补助 全国加起来 有申报的3.5亿超过 还不加没有申报的 申报东西通常都是有黑数 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申报 3.5亿 平均每一个立委 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拿到国民党党产500万以上 甚至还有800万的 所以我们看到 像那个高斯伯就好像是800万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还有 现在在台北火车站旁边的党产 双子星42亿 看到的是一个大怪兽 可是民进党却用这样子一个很热情 很基本很群众的一个方式 来做兼小助运动 所以我觉得它已经不是小额捐款 而这把火国民党点燃的 民进党的人民只是往下加温 加温但是的确 我觉得可预见的未来 它应该会烧到1月14号选举 好 往后就我们有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